中轴县的故事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是相声演员郭德纲 北京中轴县是什么呀 那是南起永定门 经正阳门 天安门 端门 五门 太和门 穿过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前清宫 昆宁宫 神武门 越过了万岁山 万景亭 寿黄殿 古楼 直抵古楼的中心点的 7.8公里的一段历史文脉 这座文脉上啊 也曾经矗立着七座古桥 今天呢 我就简单地讲一讲 北京人最熟悉 也最常挂在嘴边的天桥 那一座桥四面中八大怪 连接的就是这中轴县的动静分明 文化内外 中轴县 作为城市的高点 延伸南北 界定时空 天桥 它是庄严肃穆的中轴县上 杂尔不乱的繁华井 它是规整对称的 城市中一股鲜活的烟火气 当然 要想更多地了解北京的传统文化 您还可以跨过天桥 顺着中轴县往北走一走 中轴县的两旁众多的剧场 传统的戏楼 新生的剧院与舞台 曲艺杂谈传统记忆 非遗的文化遍地开花 成为如今咱们国人心中 喜闻乐见的文化时尚 从人民中来回到群众中去 中轴县既变化创新 又坚守传承 坚守的咱们人民群众的 烟火气与经济值 传承的是咱们中华文化 天人合一的魂与根 中文字幕提供